太平国小选乐团用心演奏 优扬乐章毁荡在教室中 小朋友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因为在10号的缓间 这群小朋友将会在囤区艺文中心登台演出 这次我们的演出呢 是学校太平国小有三个音乐性社团 口琴设置敌对还有弦乐队 那我们也有邀请那个育婴国中的管乐团 所以我们的节目总共有10个节目 然后第11个节目有一个大合奏的节目 从去年开始就向我们在地的囤区艺文中心 申请这个演出的机会 我们希望说能够用专业的场地 让小朋友培养更多的专业的经验 校方表示为了推动学生多元学习发展 这些年学生是陆续成立弦乐团 还有口琴社以及支笛队 虽然资源不足但参加国内的音乐比赛 仍是获得不错成绩 因此这一次音乐会就三个社团 都将轮流的上台表演 而这也是囤医有史以来 有国小社团举办音乐会 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因此小朋友都很期待这一次的演出 一开始练的时候会很困难 那个吹的时候 那个要练音节 所以就很困难 那这一次要再第一表演 有没有觉得很期待 会 然后会就是 因为第一次上那种场 然后就觉得 很兴奋 我很期待 我们希望就是说 除了就是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之外 我们结合我们的社区 然后大家一起动起来 然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不是只有我们太平国小而已 社团师生正身准备 希望届时能够呈现出最好的演奏水准 而当天还有运营国中管乐团 都会登场表演 校方也希望大台中地区的民众 能够到场鼓励小朋友 一同聆听追场 听觉艺术祥宴 欢迎自愿时代 请起步往下 一起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最久来自封台中曾到